始终服从教练的安排 然后让我上场的话 我就时刻做好准备 拼搏自己的每一分每一秒 把自己的优秀的一面展现出来 然后去帮助球队 不要给球队拖后腿 然后自己不断努力吧 对 打出自己的拼劲出来 希望能够更加的帮助中国队 帮助中国赢球 对 然后即使自己不打 在场下也要为队友加油 希望就是中国队能够一鼓作气 拿下胜利 对 古今秋今天是获得了20分 四个篮板 两个出攻 还有一个盖帽 出场是接近三十分钟 发挥可以说是相当优秀 你觉得我们能够在今天 把队友控制住的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是什么 不惧怕对抗吧 敢于对抗 敢于用身体 然后每个球大家都是拼了命的去 去抢 然后大家进攻端也互相鼓励 打出了中国队的自信 打出了我们的团结 希望能够继续保持 继续加油 这让比赛打出了咱们国人的血型 世界杯的手势来之不一 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对东道主的比赛可能会更加的艰巨 困难会更多 你们做好怎么样的准备 接下来是面对菲律宾队 不怕困难 面对各种挑战 大家拧成一股神去战胜它 去挑战它 希望最后能够有个好的结果 谢谢 希望在接下来面对菲律宾队 咱们中国队依旧能够展现出今天的 甚至比今天更好的状态 好 喂喂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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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今天在赛后呢 有请到了中国南篮的球员胡锦球来接受我们的赛后采访 大家沉寂了一个礼拜的情绪 在今天终于得到了释放 对你来说 对大家来说这是一场什么样的胜利 来之不易的胜利吧 大家都秉着一股劲 想要去拿下一场胜利 因为这场胜利对我们非常的关键 包括下一场 所以说大家要做好充足的准备 完命去拼 去抢 要更加的努力 比对方要更加的努力 希望能够拿下接下来的胜利吧 对 就像你说的这场比赛对于大家来说非常的不容易 那这场比赛能够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的改变吗 希望我们能够保持好心态 然后记住这下 赢球的这个时刻 包括如何去赢球的 继续保持 然后保持好大家的状态 然后继续团结在一起去战胜对手吧 加油吧 这场比赛确实胡锦球打的也是很过瘾 很多的关键球都是非常感应去拼 无论何时何刻都要试图好上场的准备 只要上场准备的话 只要上场了 就要发挥出自己的特点 去帮助球队 不给球队拖后腿 去发挥自己的优势 希望能够让 就是中国队赢球 然后自己也要去继续努力吧 不断地去拼 不断地去抢 打出自己的积极性 即使自己不在球场上 自己也要给队友加油 希望中国队能够赢球 对 那在你不在场的时候 不在场上的时候 自己是否也是心里面有那团伙 是否在前三场 有主动和咱们主教练 争取过你的一个上场机会呢 这个没有 我始终安排 就是服从教练员的安排吧 始终做好上场的准备 时刻准备着 对 我们也看到今天在场上 大家的一个整个情绪和状态 相比较前三场都更加的激昂 更加的兴奋了一些 尤其是今天还是一场背靠背的比赛 那在这么短的一个时间 不足16个小时 大家是如何调整好这个情绪 包括像身体状态 教练给我们了很多鼓励吧 然后包括大队员 老队员都给我们年轻球员 给了很多的经验 让我们放开去打 进攻端 敢打敢拼 敢去投 然后防守端敢于用身体对抗 所以说我们打出了自己的特点 希望能够继续保持 希望咱们中国兰兰 能够继续保持 那今天这场胜利 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了 重新燃起的一股希望 心中的那一团火 又重新的被点燃了 那我们也展望一下 接下来9月2号 要迎战的第五场的比赛吧 继续加油吧 希望能够有好的结果 继续加油 继续拼 继续努力 好 谢谢大球 再次的恭喜 替咱们中国兰兰拿下了手上的胜利 谢谢大家